好 再来看到是北京冬奥 目前是已经正式开幕也开赛了 冬奥的开幕典礼 这一次这个总导演张艺谋 强调要讲的就是 人民性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们这次所有的演员 大部分绝大部分是 真的一般的素人演员 这一段演出在当时呢 也是很亮眼的 他叫做闪亮的雪花 是由数百名的小朋友 拿着和平歌的模型灯笼来表演 这当中呢还出现了一个 一只都不能少的阶段 一歌都不能少的桥段 说呢 现在已经是在大陆网路上面 成为了漏洩话题 好 这个小女生呢 也就是当时的这个 吊歌的这个小鸽子呢 现在也已经成了热门人物 好 到底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桥段 大家就觉得说 已经为为佳话说 哇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很温馨 好 可是问题是 这个柯建民的助理叫周轩 他就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彩排 其实是里头有统战意味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先来听听 这个小朋友怎么说的 我是一个拉队的小鸽子 然后我在人群中找到了姐姐 然后姐姐把我牵到了队伍里 我每次都留在最后 然后呢 等小鸽子 然后我回到群中没有找到他 结果往外一看才看到小鸽子 所以我就把他拉回来 所以整个我们设计的在最后 它是汇聚成一个心形 那心就是一个温暖的一个表示 那我们设计的这个大拉小的一个小朋友 就是有一个掉队的小鸽子 那么会从这个心形里面出来 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去把他拉回来 拉回到这个心形的队伍里面来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很温暖的画面 很温馨 很幸福 好 这个妹妹叫做徐淑媛 十岁而已 他讲确实 其实这样的一个彩排的桥段 是后来加进去的 原因是因为呢 他要找的位置比较远 他速度真的是比一般的小朋友还要慢 常常走着走着 发现大家都已经进去里面 然后他就落在外面了 这就是他排练时候 真实落单的经验 就是因为呢 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那老师也发现了说 他好像可能真的是速度比较慢 所以常常落单 就把他这整个桥段给安排 进到了节目里头 那他的讲法是说 他真的很谢谢姐姐有看到他 他自己觉得呢 很感谢 然后也觉得很温馨很温暖 对吧 这都是刚刚这个妹妹讲的 好 可是问题是 看在这个柯建民的助理周轩的眼里呢 他觉得说 你要真的相信 你就是信了 不够了解中共 还讲了 他说呢 这就是一个统战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国际的场域上 他认为 有了一个掉队的小鸽子 那到底谁是掉队的鸽子呢 又是谁 把这个掉队的鸽子给抓回来呢 他觉得台湾未来 是凶险万分 好 就从这么一幕 他看到了 我们没看到的事情 网络上的大家呢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您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有觉得说 真的是这一幕会让您觉得说 听了会怕怕吗 来网络上头 持续的来跟我们互动 同一时间也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这一届的北京东 明天我们的中华健儿就要上场 特别是这一位女子竞技滑冰 黄玉婷 好 明天呢 1500公尺即将要上场比赛了 但先前因为这一段IG上头的影片 他穿着大陆很好的朋友 给他的大陆队服 结果呢 就在网络上头被围剿 甚至呢 还有人要求 要把他的国手资格给拿掉 对此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批评 说民进党在操作抗中保台 让两岸敌对越来越深 到底有什么意图 民进党中文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前提吗 假如今天黄敬怡穿的是 日本的这个国家的衣服 然后在日本 因为假如日本今天举办冬季奥运好了 冬季奥运好了 他今天是日本选手送给他的 他今天在练习场 记得是练习场 不是正式比赛的时候 他穿一穿 请问一下会骂他吗 不会 就不会 那就显得出不是他穿这个衣服问题 是整个衣服背后所代表的 跟大陆那个敌意所产生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大家在谈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往往会用自己未来的政治需要 去谈一些事情 这就是台湾 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往往戴一个有色的眼睛 去看问题 就好比一个人常常沾了墨镜 看天下都是黑的 那好像每个人看起来没有戴墨镜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墨镜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面对这些问题最核心的就是 今天为什么我们穿个日本的衣服不会这样子 穿个美国衣服也不会这样子 穿个大陆的衣服就会这个样子 那就显示出其实有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就是两岸的敌对是越来越深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反映了 我刚刚讲民进党的抗中保胎 他会利用各种的情况下去发酵 但是这种抗中保胎 由于你国民党已经被枷锁给绑住了 所以国民党面对的问题是 你失去你的话语权 不只失去话语权 有的国民党的政治 反而去复合民进党的讲法 也对黄静怡提出一些批评 那这就是比如说 国民党的整个大论述已经走 走到一个死胡同 出不来了 所以这就显示出 我刚刚讲就是 显示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民进党做不到事情 国民党能够做到 国民党为什么不去做呢 北京东奥目前正在举办 而他们的吉祥物 冰敦敦跟雪融融 被誉为说是这几届奥运造型里头 最淘气的吉祥物 尤其是冰敦敦 包雄的造型已经掀起了全球热潮了 甚至有很多的选手都PO出了自己跟冰敦敦的合照 在日本还有一位日本电视台记者 向日本观众大肆宣传冰敦敦 因为太激动了 这热情的模样不仅登上了大陆的微博热搜 甚至还有大陆媒体去采访他 大牌长龙不止工作人员就连警察都来了 指挥排队方向 大家都是为了抢购冬奥吉祥物 冰敦敦和雪融融 大概我是早上十点半排队 大概四五个小时五个小时 然后正式进入里面的时间好像是 点点半左右 时间挺长的也挺太牛的 甚至有民众就算排队了还是买不到 今天本来是来买这个盲盒的 结果看有想到这么多人太火爆了这个产品 然后比较遗憾没有买到 冬奥吉祥物冰敦敦和雪融融 在开幕之后人气不断飙升 红灯笼造型的雪融融因为农历春节氛围 吉祥如意更加讨喜同样水涨船高 猫熊造型的冰敦敦也因为外国选手和采访团陆续抵达北京 掀起一波全球热潮 许多选手及工作人员纷纷在IG上po出和冰敦敦的合照 表示冰敦敦实在太可爱了 匈牙利短道速滑选手刘少林 在短道速滑混合接力项目中夺得铜牌 也获得一支金色冰敦敦 但是不想把冰敦敦送给别人甚至是自己的妹妹 日本记者因为在节目上毫不掩饰表达自己对冰敦敦的喜爱 热情模样不止登上微博热搜甚至还被大陆媒体采访 而冬奥志愿者中也有人把冰敦敦和中华传统食品雕刻文化相结合 把冰敦敦雕在橘子上 这一波冰敦敦热潮无疑随着冬奥赛事持续升温 记得廖丸宇综合报道 好 中国大陆代表队这一回作为冬道主 终于在昨天晚上摘下了第一面金牌 这项目是2000公尺混合团体接力 由明星运动员伍大靖的带领 最后两分38秒348夺金成功 伍大靖最后一步冲刺 最后一个弯道伍大靖率先冲出弯道冲过了终点 情绪高昂的播报声中 大陆在冬奥开幕 第二个晚上如愿夺下第一面金牌 而关键英雄吴大靖不负众望 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吴大靖 吴大靖仍然保持着领先 此时意大利队距离吴大靖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 最后一圈 意大利队仍然上得非常的凶 比赛的胜负真的只在一瞬间 只有不到一秒钟的0.016秒 足以让意大利队隐恨 因为意大利在决战中其实先声夺人 但在接棒后曲春雨和范可欣一路反超 拼过加拿大之后 加拿大居然与匈牙力队相撞后 甩出赛道 金牌站脚逐渐成了大陆与意大利队对决 最后吴大靖四年苦练美梦成真 在压力释放后激动落泪 作为大陆短道速滑的邻军人物 这是吴大靖继2018年平昌冬奥夺金后 重返巅峰 他曾经在世界杯连续三战中因枪炮 碰撞腰伤等隐恨无功而返 经历四年的调整及磨练后 吴大靖终于再度战上巅峰 而在7号他也将在男子1000公尺的短道速滑中 挑战本届奥运第三基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